Fill the Wall for the早餐 我是台湾龙街 礼拜二的时间 明国108年9月17号 好那礼拜二的时间 七点钟的时段 我们都把跟各位健康 跟我们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健康有关的资讯 摆在这里 一个月如果四个礼拜 除了有一回的科学人杂志的端演之外 另外有这个 派怀宗老师的医学新知 其他两周的时间呢 我们几乎都是 找着台湾各个别的名医 来到节目的现场 各种的疑难杂症 希望能够提供专业的观点 让大家解惑 好不过今天比较特别 今天我们当然谈医疗 不过今天在我们现场 并不是专业的医生 他是时报出版的 第五编辑部的总监 梁芳春 芳春欢迎 向荣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梁芳春以前都是带着作者来 但是今天自己坐到录音间来 我先问一下 什么叫做第五编辑部 我们时报出版算是 国内单一品牌 比较大的出版社 有的出版社 它是一个集团 比如说共和国 或者是城邦 他们是一个集团 有很多品牌 各种品牌 他们是一个苏细 一个品牌 但是你们没有 你们去到时报出版 我们就单一品牌 然后我们目前有六个编辑部 一二三四五六 也相当于六个品牌 就是不同的苏细 当然大致上 还是有一些切分 第一编辑部就是比较传统 比较早年 比如像商业线 文学线 那一类型 后来就是因为整个市场需要 就陆陆续续就开始扩编 第二编辑部 第三编辑部 一直扩到第六编辑部 那后面的就没有切分那么详细 那原则上就是说 还是以大家有感觉 觉得有市场 然后应该是说读者喜欢的 那我们就是各编辑部 去寻求你喜欢的书来出版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第五编辑部 是比较生活类型的 好 那今天 今天我们谈这本书 应该在礼拜二的单元 当然跟大家的健康 当然是有关的 不过这个问题是我第一次谈 那这本书呢 之所以今天梁峰春 自己要进到录音间里面 因为这本书是翻译书 作者是日本人 对不对 原来的作家是袁天贤 那他是一位日本的 就是说呢 这个神 跟神经方面有关的 自律神经的专科医师 那他们叫做整体 整体师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要纠正一下 他其实不算医生 不算医生 对 通常我们就是在 会出养生出 大概有几种类型 一个是本身是医生 他很专业 一种是病人 比如说他 比如他是幼于症患者 他分享 对 那他呢 他其实是久病成良医 就是说他过去就是上班族 然后身体一直不适应 然后一直有状况 后来发现 他是自律神经失调 他透过一些方式 生活上的改变 因为我们后面会谈到 就是说自律神经 他其实不是一个病 他其实一种症状 比较像精神关能症 他是一种症状 所以症状是因为 作者认为 他是从生活习惯 造成你会得自律神经 失调的问题 所以他认为 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要调整你的生活方式 你才可以回到你 身心比较正常的状态 那他自己在 日本就是因为 他长期受这个困扰 后来他没办法工作 就辞职 辞职之后 他就开始专注研究 说为什么会自律神经失调 然后他甚至以后来 帮助很多人 所以他就开了这个整体数 就是他其实就是透过知识的调整 生活习惯的调整 比如跟你做咨询 建议你要怎么调整 你的生活作息 然后来之后做 他不只是整体这么简单 就整个全身身心的调整 所以他就开了这个 整体数的元气整体院 虽然严格上来说 他还不能算是一个医生 他只是一个变成达人 应该是这样讲 OK 网络上当然也有很多 这种的达人 他们似乎觉得 自己在自己的生活经验当中 去摸索出一些养生 或者说对于自己的身体的 病痛的解释 或者治疗的方式 好那这本书叫 70%的人都有 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 这是时报出版 在我们现场的是 时报出版的 这个编辑部的总监 第五编辑部总监梁芳春 好那他里面特别谈到 就不要让 让这个自律神经失调 酿成疾病啊 那自律神经的 居家的调理的指南 因为第一个我们 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 自律神经失调 偶尔如果你有些 全身检查 好像都没有什么毛病 没有没有这种的 气质性的毛病 也没有罹癌 也没有什么 太严重的 什么内分泌方面的问题 那肝 肾 心脏 肺脏 都都没有问题 但是 你就是觉得不对劲 这种的情况 也并不是说这样子 就要简单的 归注于一个 很抽象的 自律神经失调 但是因为这个字眼 我们常听到 所以有必要先 理清一下 什么叫做自律神经失调 因为既然叫做失调 就表示 他应该有某种 可以判断的正常状态 那脱离了这个正常状态 我们才会叫做失调 但是我们如果连 什么叫做自律神经正常 都不知道 你就很难才失调 很难调回来 对 先这样讲 那什么自律神经失调 就是我们的身体 应该讲自律神经 是一种非自我意识 它为什么叫自律神经 就是这个神经 它很自律 不需要你下指令 它会去调整你的身体 那它分两个系统 一个是我们常听到的 叫做那个交感神经 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它整个系统是交感 交互作用 那有的医生把它形容成 一个是油门 一个是刹车 可是我在看 它比较像是一个 我们说翘翘板 你如果身心状态正常 左边是交感神经 右边是副交感神经 它是属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那失调就是左右失衡 那交感神经呢 它的主要的特征 是会让你紧张 兴奋 就长期属于一种 紧张亢奋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这个翘翘板失衡 如果你那个 交感神经上来之后 你就会长期处于 一种比较紧张兴奋的状态 如果你是附交感神经上来的话 你就会长期疲惫 比较累 大概状态是这样 可是因为我们不是医生 我在看他整个书 在讲这个调理的过程 多数人是属于交感神经 高亢 这个状态 所以他这个整个书的过程 就是想办法让你调整 这个让它回到平衡的状态 就透过几个方式 那刚刚讲就是自律神经 它会控制几个部分 就是循环器官 呼吸器官跟消化器官 大概就这几个部分 然后所以变成我们现在整个 就是要让它设法 回到平衡状态 它就会比较有也好 那我们刚刚讲失调 就是它那个主动调节功能 失去那个 等于失去那个 不OK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后面 这本书就是会讲到几个部分 就是我们等下后面会谈 就是它那个两个部分 这本书就让大家两个部分 一个是让你判断 我有这些症状 我可能是不是自律神经失调 那后面就是如何调节 让你调节到比较好的状态 那几个方式 它会透过五种方式去调整你 那那个确诊 它不能讲确诊 如果你要去判断自己 它有13个指标 我们先要去确定 就是说自己是不是符合 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这件事情 因为刚刚讲就是 自律神经失调 常听到 但是很抽象 也很难自我判断 你可能就是觉得 连怪怪的 它可能是一种的情绪病 也可能是一种的 讲不出来的 就是反正一种的是身心症状 好 那所谓自律神经交感跟副交感 好 这个我们在过去念 念生物学的时候 大概念健康教育的时候 这是基本的概念 那交感神经会如何 副交感神经会如何 它可能会造成亢奋 可能会造成情绪低落 好 这些呢 我们大概 因为大概你都可以 可以查得到资料 可是判断非常的困难 第一个就是说 你当你身体有一些呢 不舒服的时候 你觉得到了需要看医生 你当然还是要看医生 但是医生 当他告诉你 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 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到底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你可能就必须要把它弄清楚一点 那 如果交感附身感神经的交互作用 为什么会导致所谓的失调 这个失调是怎么造成 如果就这个 作者 作者的判断 他认为一切源自于你的生活习惯 因为如果是病 因为如果你现在去看医生 就通常 比如去看完医生之后 比如你胃痛 胃不舒服 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检查你胃没问题 然后一天到晚头痛 腰酸背痛 检查都没问题 有时候医生这时候才会跟你说 你可能是 自律神经有了问题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不太好判断的问题 对啊 所以变成 他就变成 这个作者就说 变成我们就回过头来 就是他提出几个部分 就是说 如果你认为 有这些症状 你可能是 他也不能说一定是 可是你要去判断 如果你 你十三个中了五六个 我觉得基本上 就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他 他不可能是什么 太物理性的 病理检查的 不是 他完全 对 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我 就是我不能过去 抽一管血 然后呢 然后把你的血印 拿去分析之后 告诉你这个 自律神经死掉 他有趣的时候 他可能是你检查不出来 才能判断 他是自律神经死掉 对对对 所以这个很困难 那因此他会造成 病人一个困扰 就是说 我哪里知道 你到底是因为 检查不出来 随便讲的 还是真的有这样情况 对有时候会这样 有时候病人就说 你就查不出来 然后就说 我自律神经死掉 那自律神经死掉 其实我们刚刚讲 自律神经死掉 就医生的说法 就这个作者的说法 其实他不容易根治 他不容易根治 那不容易根治的原因 就是说 因为这个症 是从你的生活习惯来 如果你生活习惯 不能改回去 你当然不容易根治 但是严格来说 他自己算是调整好了 虽然说 他是很难根治 可是我觉得 根绝原因就是说 因为你能真的做到 他要求的这些 其实现实上 也不太容易 那我们现在讲判断好了 就是说 自律神经死掉 他提供13个征兆 第一个是老是失眠 如果你常失眠 第二个 会晕眩或者耳鸣 第三个 胸口会闷 第四个 胸闷 第四个是 搭捷运或公车会心悸 就是如果你在密闭环境心悸 其实这个有点像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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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什么 那个 密室幽闭 对 有点那个意思 然后第五个是 手脚总是冰冷 如果你常冰冷 第六个是说 身体 只有某个部位会出汗 就是你流汗 不是全身流汗 是上半身流汗 奇怪 下半身不会流汗 这个也是证兆之一 第七个是 持续觉得胸闷 着热 或者饱腹感 就是你不太吃东西 什么不太会饿 然后常常觉得胸口灼热 这样 这是第七个 第八个是 频繁且重复的腹泻 或者便秘 就是说 你说按照腹泻便秘就是 其实不是 如果你吃坏肚子 那当然就不是治愈神经 可是你是没有原因的腹泻 你也没吃坏肚子 也没感冒 一直腹泻 可能是治愈神经 有一个医学上面常讲说 你是什么 肠肌躁 肠躁症 对 就是肠躁症 肠躁症也是治愈神经 造成的原因之一 然后第八个 肩膀酸痛 腰痛 老师治不好 看医生也看不出个 所以然 这个也可能是 然后呢 第十个 天气一变化 马上感到不适 那这个后面会讲到 就因为你身体有些状况 所以你就会觉得不是 这样 第十二个是觉得喉咙不舒服 他喉咙不舒服是比较吞咽上的困难 或者是有一点 吞东西不舒服这样 然后第十三个是虽然没有感冒 却头痛 那因为头痛是 应该是说 国人很多都会痛痛 偏头痛 胃肠偏头痛 可是这个未必一定是他造成 可是他是说 如果你感冒引起 那当然就不是 可是你去检查也没感冒 都很正常 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头痛 那后面会谈到 可能是肌肉造成 你的头痛的问题这样 所以如果这十三个征兆 看下来 如果你觉得你有一些重 你可能就要留意 你可能就要研究一下 是不是 你有可能受到这些影响 好 因为他的书名叫70%的人都有 听起来就很恐怖 很恐怖 当然第一个恐怖 第二个就是说 你可能 既然大家都都有 那这有什么关系 你可能也是掉以轻心 对 好 那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 就是说 你刚刚提到的 作者也一再的提到 他其实跟生活习惯也有关 有关 哪一些的生活习惯 会导致所谓的自力神经失调 那如果又说很难根治 那如果把生活习惯都调好了 那为什么还难根治 所以他难就难在这边 就是生活习惯造成 他认为生活习惯造成 是五个面向造成的 一个是知识 知识的习惯 做知诞识的知识 一个是运动的习惯 运动习惯 如果你运动习惯 如果你不常运动等等容易 饮食 饮食习惯 睡眠习惯 思考习惯 那思考 因为我们讲自力神经 它是身心都会造成影响 有些是因为造成你身体不适 有些是因为思考上 那思考上有些人 比如说他凡是往坏的方面想 然后他就会可能内部自己造成心理压力 那他就会变成 引发自力神经这件事 所以他是从这五个面向来 来调整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讲说 那你如果要判断失眠 就是说比如说 我们刚刚讲说 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13个症状 我们回来讲失眠这件事好了 就是说 失眠就是 为什么失眠 就是交感神经 我们再回来讲 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它的特质 因为我们刚刚讲 那个平衡版 那个悄悄版 那个概念 交互作用 我们正常来说 我们叫他自力神经 是因为你平常 你不自主 不管他 他会运作 比如说在白天的时候 为什么 你在白天不会想睡觉 因为白天 交感神经会出来 他出来之后 你就处于一个清醒 比较注意 比如你开会 你开会很紧张 你当然睡不着 这个时候你就是 交感神经在作用 到了晚上 十一二点很累 想睡觉 为什么 这个时候是 复交感神经出场 他出来之后 他会让你身体觉得 很累 想休息 你就会放松 因为它是属于一种 让你身体机能 处于放松的状态 所以你很容易在晚上 就好好的睡一觉 对不对 好 那什么情况 会造成失眠 比如说你晚上喝咖啡 你晚上喝咖啡 因为咖啡 交感神神经 就上来了 就上来了 那 我说生活行为改变的原因 就是说 因为如果你平常是 举例来说你不喝咖啡 你不跑夜店 你晚上没有一直在看手机 看小说 看到白眼 如果你都没做这件事 当然晚上 你会想睡觉 你会想睡觉 它就是一个正常状态 该谁出场 就谁出场 所以你的身体很正常 可是如果你做了那些 以做的来说 不OK的事 比如说你就是晚上喝咖啡 本来 交感神经要出来了 可是因为你喝了咖啡 你刺激它 因为咖啡会造成 所以你人开始亢奋 开始亢奋之后 你就交感神经 它不下台 它不下台 副交感神经就没机会出场 所以你晚上就很兴奋 然后到了隔一天 你就很累 因为你到后来 就是变成长期这样之后 他们谁该出场的时间 会错乱 这个就是自律生性失调的很重要原因 就是你让生活习惯去改变了 它本来该有的规则 因为你本来 它本来就是日出而至日出而至日出而至于 结果你就混乱了 所以像这个失眠 其实就是照样 这个就是你的生活习惯 去改变了它 大概是这样 对我个人来讲 我可能已经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我知道你喝咖啡跟喝水 对我其实在睡觉前的时候 喝咖啡跟 我整夜都喝茶 我还是睡 好像也没有影响 所以我在看这书的时候 我就想说 如果70% 那我到底有没有 那所以你是30% 对我到底有没有 因为 因为我好像就没有 没有那种反应 就是睡眠等等 似乎都已经不知道 喝咖啡都不会有影响 而且我可以晚上的时候喝很浓的咖啡都不会有影响 所以时间到了该睡就睡 任何时候只要一躺下去都可以睡 对 那这个就是你的 你已经建立你的生理失踪 对 但是到过来讲 我如果一天不喝咖啡不喝茶 我那天会非常的痛苦 我头已经痛 对对对 我可能会痛个三五天之后 才会重新的回 回到一个正常状况 就我如果断个三五天 那三五天的头痛都很难过 所以因为你的身体 你的自力 我觉得你是 那我不是一生不敢乱下判断 你的自力神经跟 你的交感神经跟护症神经 已经达到一个平衡共存的状态 对 就是他们很清楚谁该出来 所以你就可能就比较 但我们不鼓励读者这样做 这样其实就是长期来说 对啦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因为我的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那我是说我的身体是重要 所以我要去判断什么叫做自力神经失调 那就变得非常的困难 好 那如果说从你刚刚讲的那几项的指标 比如饮食习惯 睡眠习惯 坐姿 或者说什么偏头痛 等等这些 就作为自己判断自己 有没有自力神经失调的问题 就是简单讲 自力神经失调 跟副交感神经 在人的就是说呢 基本的生理知力能的运作上面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时候呢 这个该出场 有时候呢 那个该该出场 什么时间该出场 什么时候该退场 原来讲他就变成是人的自己的生物时钟 他就会去调节 但当你的生物时钟乱了 乱了 这个可能就会乱 另外刚刚讲的 包括坐姿啊 等等 他可能也会有影响 虽然这些因素到底 他实质上面对于这些的 这些所谓的自力神经的失调的影响有多大 不见得是个很精准的数字 但是重点在于说 当你发现你自己身体 人就是觉得怪怪的 你又找不出原因的时候 有一些的身心症症状 可能你需要从自力神经的角度呢 去思考 很多医生也可能 很容易跟你这个判断 但这个判断呢 到底是一个精准的医疗判断 还是妄下断语 还是对呢 医生对病人的敷衍 我不知道 但是总而言之 自力神经失调这件事情 可能困扰很多人 这件事情 是你必须要放在心上的 好 今天礼拜二的时间 那这本书 70%的人都有 自力神经失调的问题 别让失调呢 酿成疾病 自力的 自力的这个居家的条理指南 作者呢 是一位日本的作家 叫袁天贤 他自己是自力神经失调的患者 然后经过了自己 长时间的研究分析之后 然后呢 把它整理成这本书 70%的人都有 自力神经失调 时报出版 在我们现场的 时报出版 第五编辑部的总结了 梁芳春 广告回头之后 记住跟梁芳春聊 好 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谭家龙 这礼拜二的时间 来关心 好 可能不会要你的命 不过可能会对你生活的干扰 非常大 呃 他可能会让你觉得呢 全身这里痛 那里痛啦 头痛啦 心情 心情可能不是太好 或者起落太太大 因为自力神经的失调 跟某些忧郁症 躁郁症 我不能说他导致忧郁症 躁郁症 而是忧郁症躁郁症 可能都会表现出呢 自力神经失调的情况 他应该是倒过来这样说的 他可能要不了你的命啦 但是会对你困扰非常大 那什么叫做自力神经失调 要如何呢 去调整 这个呢 后半的部分呢 是重点 好 那今天这本书 70%人都有自力神经失调 别让失调 酿成疾病 那自力神经居家 调理指南 作者是袁天县 一位日本作家 时报出版 在我们现场的 时报出版 第五编辑部的总监 梁峰村 好 刚刚讲的是说 你的判别 你刚刚讲说 有13个平常的指标 那这个检测的 这个表格 在书里面都有 那你可以先拿来检测一下 不过 就这13个吗 就可以自己判断了吗 其实就是 他不是说 你中了几个才算 没中几个就不算 他其实不是 就是说 因为他是一种症状 所以变成说 你要去检查 如果你13个通路没有 那你应该身心 属于一个很好的状态 那如果你比如说 比如你是肠胃不舒服 你当然得去检查肠胃 那如果肠胃都很正常 你就回来想 那我会不会是 自力神经失调 然后你来看看 按照他的建议 做一些调整 如果你能调整过来 那就很恭喜 那你可能真的 自力神经失调 而且透过他这样的方式 让你调整回来 这样 所以变成 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就是五个习惯 因为作者这本书 他当然判别是一件事 那判别 其实你重的重点是 怎么调整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好那你是生活习惯造成的 我们就是调整回 你的生活习惯 五个部分 第一个是知识的习惯 他建议我们站立 我觉得我们多数人 现在都看手机 都会驼背 就是说 他建议你要缩复站立 因为驼背 缩复站立 缩复站立 对 其实我们多数人都这样 然后缩复站立 站立起来 身体要挺直 感觉就是你的腹部 会贴到背部 那种感觉 其实就是站直 就是像战卫兵这样 那当然长期这样 你会困扰 可是我觉得你要试着去调整 我认为慢慢调整会有改善 那他要讲 为什么需要说不站立 因为驼背不良姿势 会造成背部跟肩肌膀变硬 然后你肩膀变硬之后 因为我们肩膀的肌肉 跟头盖骨那边 那个肌肉是联动的 所以你整个就会变成 刚刚讲头痛 其实就是你知识不良造成的 就是你没有原因的头痛 其实就是你可能常驼背 或者你就是 就是姿势不良 就是站的不停 或者坐着 就躺在沙发就是外边 比如脊椎外掉 或等等 就会造成你那个 整个自律神经就会发作 就让你 刚刚那个头痛 那个表症就会跑出来 还有就是说不良姿势 会导致内脏受压迫 因为交感神经上来的时候 你整个内脏都会不好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那个自律神经是影响到 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跟循环系统 所以你的内脏其实是受 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影响的 如果你的内脏不好 通常是要设法让 副交感神经上来 你的内脏会好一些 对啊 就是交感神经可能会让你紧张 紧张 压力 然后你的肾上性腺素 会分泌 你的胃酸可能会分泌 对 这些都是交感神经 会产生的生理现象 对 那可能就是你的肠胃如果不好 胃痛 头痛 这些可能都有关系 然后你胃不舒服 它会往那个横隔膜那边顶 横隔膜顶上来之后 你的胸腔就会送牙迫 如果你又驼背 胸腔又送牙迫 你就会不舒服 你呼吸就会急促 所以你就会恶性循环 让身体一直不好 所以他觉得知识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搭捷运或公车 尽量不要向下看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通评 每天都要看手机 这个现实上就很困难 可是我觉得必须要 如果你真的身体很不舒服 你就尽量不要搭公车看手机 因为他就刚刚讲 你是拖着背一直看手机 所以你整个身体的曲线就很怪 就压迫你的肠胃 然后背 不过现在搭捷运 搭公车 没有在看手机的 大概快绝成了吧 已经没人拿纸本书 也没人拿报纸 对 你说我说 20年前我们常常讲 去搭捷运的时候 我觉得看到有人在看书 看杂志 我觉得那是一种很美的风景 现在都不是了 现在就看他看手机 要不然就玩game 要不然就听音乐 讲电话 而且如果你低着头一直看手机 它还会造成 因为颈椎 连接颈部 连接头盖骨 所以当这些神经受压迫 你其实会 会觉得眼睛眼窝痛 这个征照是说 有可能会造成眼窝痛 然后背部僵硬 头盖骨 就是变差 因为你整个僵硬之后 因为我们脑部有脑脊 所以已在流动 我们刚刚讲到 13个征照里面 有一个是会晕眩的件事 就是说 你会没有理由的晕眩 其实跟知识不良有关 因为你脱背 你造成被头盖骨僵 僵硬 僵硬之后 我们脑脊 所以流动 流动就会失和 这流动就会固化 这不太容易流动 它可能会流进内耳 造成你的晕眩 它其实 这个有一些物理原理 所以变成知识很重要 如果你知识不好 你搞不好 你晕眩 就是因为知识不好造成 如果你常常 不自主的晕眩 可能可以试着 让身体 就是甜一点 一段时间试试看 有没有改善 我自己觉得是 可能是可以改善 因为我前一阵子 也会晕眩 那我觉得 我看了书之后试一试 我当然最近比较好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比如感冒好了 或者这样我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 大家可以试试看 有一些效果 它有一个知识 部分还有一个部分重要 所以我们通常不太留意 就是说 我们专注在某一件事的时候 它认为 我们会紧咬牙齿 就是你很认真读书 看电视的时候 准备考试 对 它说你其实会咬着牙齿 那它说其实要试着 这种不自主的咬牙 这个状态 因为我们咬着牙齿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叫做 胸所乳突击 这里会紧 这里会紧之后 就会造成你的身体不舒服 就刚刚讲 让你胸腔这边整个非常不舒服 这个是要提醒的 然后第四个就是说 知识的部分 它说实时提醒自己 做胸式呼吸 就是尽量深呼吸 因为我们知识神经 失调的时候会 会短处 呼吸会短处 会比较容易转 所以你就时不时用 用那个胸式呼吸 去改变 就是让你的身体 身心状况会好一些 这个是就知识的部分 就是它建议的是四个部分 说复站立 在公车搭捉远 不要看手机 不要咬牙 不要紧咬牙 就认真工作的时候 提醒自己不要咬牙 第四个是说 尽量提醒自己 做胸式呼吸 这是在知识的部分 讲起来好像不难 都可以自己做 但很难做 不过你要有自觉 你要始终保持着 高度的自觉 就像我们平常 在坐卧站立 谁不知道 坐要有坐向 站要有站向 但现在梁峰站在看到我 反正我就像他在这边 这种希望 我难道不知道知道 可是知道就变成 这种的自觉 然后要能够 谁谁不知道 要挺胸说小腹 都知道 可是我说你要保持自觉 而且去做 你能够持续个三天 都很了不起 所以这个就是作者认为 不容易根治的原因 因为根治的原因在你自己身上 如果你不去调整 他就不会好 对 因为他就是没有一种药 吃了自觉神经解决 没有 因为你现在去 如果去医生说 你自觉神经失调 他是开症状治疗 对 你很亢奋 他就给你药 让你不亢奋 那其实你还是没有解决 你的问题 那些都是比较接近 精神病的投药 对 所以我觉得就还是回来 就是说 如果 如果是自己的生活新冠造成了 就尽量让自己生活新冠变好一点 因为 因为我刚刚讲说 自觉神经好像是小病 要被老命 可是他如果你都不去处理他 长期越来越严重 其实还是有诱发一些 心血管疾病 忧郁症 肠胃疾病 等等都还是会有 这个这是我 如果说自律神经失调 第一个我都不管他 或者我也没有办法去 去改善他 他持续的这样子的 自律神经失调下去 在临床医学上面 有没有任何的证据会显示 就是说 他到底会导致身体怎么样的影响 我们自己不是医生 不敢乱讲 可是我们也有搜寻 一些资料 然后作者也有提到 里头就还是会造成一些 他其实比较严重 因为作者自己就得了忧郁症 忧郁症 对 所以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那些 他说其实比较严重 也有癌症 可是这个因为坦白说 也没有很广泛的科学数据 其实我们不敢乱讲 可是因为他其实就是 因为你是 比如假设你肠胃不好 然后压迫 让你比如说 呼吸系统不好 或者是血压会上升 所以他变成后面 因为互发的其实 严重的还是很多 可是坦白说 如果你等到 等到你高血压的时候 大概也不会有医生跟你说 你是自律神经是要造成的 我觉得 我自己判的是不太容易反推 因为他现在是说 这些症状 如果你这么多症状 你这里也不舒服 你也不舒服 然后你也不处理 然后去检查 也检查不出来 然后就让他继续恶化 恶化到后来就会出现 严重的问题 但如果你真的高血压 我不认为医生会跟你说 你是自律神经是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客观的数据 因为我不是医生我不敢 虽然说没有太客观的数据 说自律神经失调的持续跟恶化 会导致怎么样的比较明确的疾病 但是基本上反正就会让你很不舒服 我说的就是自律神经失调 它通常是一种的身心症状的 一种的概括性的描述 那要做 他甚至要做一些的内分泌 血液检测 你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详细的指标 只能够从你的生活 跟你的自己记录的这些行为 或者说是这种生活特征去判断 刚刚讲的那13个判断的标准 你可以当参考 之后开始最重要的是说 那如何去调整 重点中就是如何能够调整回来 刚刚讲除了知识以外 我说连知识都不太容易 因为要很有自觉 人说实在的就像吃东西一样 你知不知道你该减重 知道啊 可是你要保持自觉的时候 通常都来不及 你又吃了一堆的东西 这是常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说你知道是一回事 在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的调整 生活作息的调整 它完全符合所谓的知译行难 这是这件事 我要进广告 回头之后呢 继续跟在我们现场的 时报出版第五编辑部的总监梁芳春聊 这本书70%人都有自律神经失调 那么怀疑自己有 如果有 你可以关注一下 到底该怎么办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访问梁芳春 贵人王费的早餐 我是谭家龙 今天我们谈自律神经失调 也许有很多人 你认为你被诊断为自律神经失调 但是你可能讲不出来 你到底失调在哪里 以及到底怎么办 医生可能简单给你开个药 那些药呢 大部分都是情绪用药 绝大部分都是临床上面来讲 OK你太紧张 太焦虑 让你的稍微缓和一点 那如果你是有点忧郁的 如何呢 让你的兴奋一点 通常都是症状的 这种调整性的用药 好 那这种的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 它几乎不是临床上面的 一种可以确诊的症状 你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医生 就是确诊说 你就是自律神经失调 医生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 所以我们刚才会用 这种的检测的方式 它比较接近了某种的 某种的精神病学的诊断 精神病学的诊断 它也很难用确诊 它通常也都是呢 用一些的表格 就像是巴士亮亮表一样 你这个得几分 那个得几分 家伦总分大概怎么样 它可能可以推断 你有这种的倾向 那自律神经失调呢 也类似这样 你是呢 去检查很多呢 就是说气质性的这些呢 疾病器官 你可能这里痛检查 没有事啊 那你痛检查 没有没有事啊 那或者说呢 各种的这种的 比较的具体的检查 检查完了之后 都没有事 那你再回头去看 你就是不舒服 OK 是不是跟这方面有关 我问一下方春 就是说 如果说 我怀疑我有自律神经失调 我到医院 我该挂哪一科 应该是身心科吧 应该是身心科 所以它比较接近 一个身心的症状 可能谈自律神经失调的 也许精神科身心科的医生 会谈的比较多 其他的科别大概很难跟你谈 但我们通常 一定是比如 比如胃不舒服去看胃 然后一个检查不错 检查到后来才来确诊 所以通常我大概 不会直接去挂身心科 我的判断 对 对一般应该是这样 对啦 多半都是 都是胃痛啊 头痛啊 这些都 那都找不到毛病了 那医生跟你说 你可能是 那你要不要去 哪里检查一下 通常是这样 好 虽然医生呢 很难确诊 而且你其他的这些呢 病痛的科别检查 都检查不出来之后呢 才会回到 回到这一科 那你刚刚讲的 就是说 这种的五种的改善的方式 除了 除了知识之外 还有哪些是最重要的 还有几个 第二个是运动习惯 运动习惯 那运动习惯 他就会跟你说 当然我们书里 有一些伸展槽啦 这里也不方便 大家可以拿出来看 就是说 他有一些在办公室 可以做的伸展槽 因为他认为 你必须 因为 肢病神经会影响 心理跟身体嘛 所以你让身体的 肌肉松弛很重要 那运动习惯 第一个是 他教你伸展槽 第二个是说 他认为 你上下班走 应该留一点时间去走路 走路的时候 手大幅摆动 有点像做 有氧运动的概念 第三个是做 床上做 消除身体紧绷的 的槽 那他书里 也有一些介绍 这个可能大家找书看 因为他有一些图解 教你怎么做运动 第四个 从事有氧运动 那有氧运动 有个很重要的 他认为你要做运动 很重要是 左右均等 节奏固定 打网球就不算 打云秒球就不算 因为他不是左右均等 因为他是跟你身体的脊椎 正不正 有没有关系 所以他鼓励的运动是 左右均等 节奏固定 游泳 游泳 骑脚踏车 跑步 跑步 这一类的 打人球都不算 都不太算 他认为是长期做这些 是有帮助的 这是第二个 刚刚是运动习惯 第三个是饮食习惯的部分 饮食习惯比较重要 第一个每天要喝两公升的水 第二个 不要摄取过多的盐分 第三个远离巧克力跟甜食 因为巧克力甜食 其实有咖啡因 会造成那个吃鸡 对的 第四个是要吃DGI的食物 因为这个跟血糖有关系 DGI 你说巧克力跟甜食要避免 对 因为它就是巧克力 会造成血糖上升 血糖上升 你就会要释放一档树 你要释放一档树 你的肝脏跟胰脏就会很累 如果你吃很多巧克力 就是在超你的肝脏跟胰脏 那你就会造成消化功能 或者是分解 就是肝跟肺跟肝都很累 因为它消化 它要去分解 它会造成 因为我们器官会互相Cover 你这两个器官不好 其他器官要Cover它 所以你整个内脏器官就会变不好 那器官不好就会造成 浇灌神经上来 就会造成自律神经失调 只是他认为 所以DGI饮食是跟血糖有关 然后借咖啡因 这个跟刚刚那个概念一样 还有一个习惯 刚刚我们现在讲第四个习惯 是睡眠习惯的养成 他认为你要建立你的生理时钟 绝对不要六日补睡觉 对身体不好 补睡觉是最糟的 他认为七小时睡眠是最好的 他认为 现在的睡眠专家告诉你说 早睡早起很好 晚睡晚起也OK 你千万不要 有的时候长 有的时候短 有的时候早睡 有的时候晚晚睡 因为生理时钟为什么重要 我们刚刚讲 交感神经跟负用 交感神经 有它各自出场的时间 当你生理时钟一乱 它们就乱 乱了之后 你就会整个循环就会乱 所以生理时钟很重要 那对现代人来说 上班日很好建立 六日很难 所以你要克服的是六日 如果像那种的轮班的 以前那种有时候三班制的 经常要轮来轮去的 那个以前不知道伤害 但其实 它对身体的平衡感的伤害很大 简单讲 所谓自律神经失调 自律就是自律 就是自我的规律 自律神经失调 基本上就是自我平衡感的破坏 那它可能原因很多 那要去调整的方式 可能也很多面向 那最少你要先有病适感 这个比较重要 那过去自律神经失调 很难培养病适感 因为你实体的检查 你检查不出什么 所以你的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 永远只是怀疑的一部分 但是不妨 因为最少调整的那几个方向 都是对你的健康 跟你的生活品质有帮助的 那你最少可以做做看 做了之后如果有好转 你大概就知道 OK那就继续做 做下去 好这本书呢 可以让大家做参考 因为它可能是 有关自律神经失调呢 讲的最完整的一本书 70%的人都有 自律神经失调 别让失调 酿成疾病 自律神经居家条理指南 作者是一位日记作家 袁田贤 好那这本书 时报出版 感谢今天在我们现场 那为大家做导读的 时报出版 第五编辑部的总监梁方春 方春感谢 谢谢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下回聊进广告 回头新闻